最近呢,一汽大众新出了一款全新的SUV,名字很霸气啊,叫缆巡 你看啊,这个外观尺寸以及最新设计的前脸造型 这个颜值是不是堪比缆胜和陆巡 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 同时呢,其实缆巡是一个车长4米9多的大5座SUV 起售价呢,27万多 你看这价格,这车很尺寸,要啥自己车 而说到大5座,今天我还建了另外一台车 大家不很熟悉啊,奥迪Q5L 在经过家常轴续之后呢,它也能称作一个大5座的SUV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一汽大众南巡 能否硬刚一下它的远房表兄,奥迪Q5L 我们来用硬实力比比到底谁的性价比更高 由于南巡呢,是一个全新的车型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实车 而我今天把那两台实车摆在一起呢 我也没有想到南巡看起来会大出这么多 你看这个车头啊,明显铁Q5L要高出了好多好多 并且啊,其实南巡的设计和之前大众系的啊,都不一样 因为之前大众呢,习惯用这个圆滑的线条 你看南巡啊,全部都是硬朗的直线条 再加上一个比较大的车身尺寸 整个车看起来非常具有肌肉感 同时呢,前面有个细节很好玩啊 这个贯穿式的日行灯其实很多车都有啊,不足为席 但是南巡这个灯带一直是延伸到这个一字板 一直到这个前门的前面的接缝处啊 再加上它的行李架上也有氛围灯 尾灯也要很好看的X的造型 所以一到傍晚这个车车灯亮起来之后呢 哇哦,看起来非常具有辨识度 所以现在大众啊,在玩灯的这方面 其实丝毫不输登场奥迪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奥迪Q5L呢,这台车其实也毫无不适合 因为它是一台顶配的试驾车 全黑的中网,包括新款的L大灯 以及21区的轮圈,再加上里面红色的刹车卡钱 远看我还以为是一台SQ5呢 所以这两车的外观,风格上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尺寸明显,南巡要大出了很多 并且整个车更加的精致,时尚和年轻 而Q5L在增加了各种运动性包围之后呢 显得运动感更强 还是很有奥迪传统的运动峰会 坐到南巡的车内,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空间 前排自然不用担心,空间都非常的充沛 我把前排调整到我的驾驶位置之后 我坐到第二排,腿部空间仍然有两拳 并且以备能支持角度的调节 当然这不是大五座SUV的全部精髓 我们再来看后备箱 因为这个车的车长已经达到接近五米 并且只布置了两排座位 在没有第三排的情况下 这个后备箱简直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并且呢,在放倒第二排座椅之后 它的椅垫能下沉,形成一个全屏的装载空间 无论是装东西,还是露营的时候睡觉 都非常的好使 所以这就能看出南巡使用横置平台 再加上这么大的车身尺寸带来的优势 整个车内乘坐以及后备箱空间 都非常的充沛 储物空间,两个正常的背架 这里呢,有一个放手机的格子 还有无线充电 在后面,一个巨大的扶手箱 在这和大哥南进 用的同款的扶手箱 这是二楼空间 下面呢,还有一个一楼 能放一些小包啊,鞋子等等 南巡的前后排座椅 皮质都比较的柔软 同时呢,也兼顾了一定的包裹性 Q5L的车内空间感呢 就更像一台轿车 当然前排空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调试好前排坐姿 后排腿空间一拳两指 明显要比南巡要小一些 但是,说实话 它在同级别的豪华品牌中性SV里面 加长之后的空间已经算是比较大了 当然,它和南巡差距更大的是后备箱 因为南巡它其实可以坐七座 但是没有坐 而Q5L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五座SV 所以后备箱各种维度的尺寸 都和南巡没有法比 配置我们对比的是 南巡和Q5L各自的顶配车型 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 如果是顶配的话 Q5L会变南巡要贵出十几万 而如果取价位相同的车型的话 Q5L只能取到一配车型 这样的配置就没有任何可比性了 所以我们要比就直接来比贵的 两个车前排都是双频的设计 南巡夜间仪表10.25英寸 而奥迪Q5L是12.3英寸 但是南巡的中控屏幕是12英寸 Q5L只有16.1英寸 所以两个车的屏幕综合起来尺寸大致相当 南巡标配做以通风 这边有14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 而Q5L只有座椅加热 而音响是19扬声器的电脑 两车都有辅助驾驶 但是大重系的这套L2辅助驾驶 其实给大哥奥迪要做得更好一些 同时南巡还多出了抬头显示 剩下的基础配置两车都相当 但是有一个细节 南巡的前后车窗全部是双层戴掉玻璃 而奥迪多艺豪华品牌 不会把这样的配置下放到Q5L这个几倍的车型上 所以如果都比顶配车型的话 两车的配置水平大致相当 而南巡在细节上下本要更足一下 满巡动力是大家非常熟悉的2.0T高低功率 低功率186马力 高功率220马力 这和Q5L不谋而合啊 你会发现Q5L也是2.0T190马力和252马力 并且他们都是大众系的EA888 2.0T 配七速湿式双离合冰箱 但是你以为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吗 其实啊 他们两个完全完全的不一样 南巡呢是MQB横置平台的 而Q5L是MLB重置平台 所以他们发动机虽然是一个机器 但是他们摆放的姿势啊 就完全不一样 冰箱呢虽说都是七速双离合 但是南巡呢是DQ的横置冰箱 而Q5L是DL性的重置冰箱 所以冰箱其实完全的不一样 我客观上来说 Q5L的重置的布局 级别和成本都要更高一些 所以奥迪卖的更贵 是有理由的啊 当然刚才说的都是纸面数据 现在说说实际的驾驶感受 首先我们开这台南巡呢 是二人铁的高宫380的车型 二达二十马力 三百五十六米 这个动力呢 其实是比较的充沛的 你看 平时D档下 我D板油 对动箱反应稍慢一些 这是大众奥迪器 所有双离合动箱都是这样的 它故意潮的是比较 注重燃油静静性 当然你把它对到S档之后 这个时候啊 换到明前快了好多 中低速的动力 其实啊和那个Q5L的二人铁高功率 不相上架 当然它的绝对的马力数要小一些 最主要体现在高速的后段 那个时候Q5L252马力的 再加速能力确实要更强一些 但是在城区里看 这两车的感受呢 很接近 而两车感受不接近的是 那台南巡开起来明显是一个大车 和传统意义上的笨重 刚才说过动力其实是挺灵动的 而底盘开起来也是和传统大重器的味道很像 很有德味儿 但是由于这个车很大 所以它底盘调的没有那么的硬朗了 相对来说比较的柔软舒适和这个大车是非常的契合的 同时风噪却抑制的非常好 我现在高速上速度加一脚 已经到了100公里每小时 你别看它这个方头方脑的造型 这个是几乎没有什么风噪 这个双层的夹夹玻璃功不可没 所以这个南巡看起来整体的感觉呢 比较趋近于它的大哥南径 明显是一个大车的驾驶感受 动力不错 静谧感很好 空间很大 开扬感特别的充沛 就非常适合这个长途出去自驾游 这台QL呢也是220T的高功率45T FSI 252马力376米 这个动力呢 确实对着其他220T高功率的名号啊 你看无论是中低速 还是现在从90公里的高速再加速动力来的 都比较的充沛 并且奥迪的这个220T高功率的组合 无论是在轿车上 还是在SUV上防御车的效率都非常高 甚至在BBA的豪华品牌当中 也是处于很领先的水平 同时和动力匹配的是相对比较硬一点的悬架调教 其实奥迪的QL和A4L这款车呢 在奥迪的训练里面也是属于比较老一点的车型了 它仍然保留着大概5到10年前 德系品牌那种比较硬朗的驾驶的感觉 这样和充沛的动力匹配在一起 开起来简直是风风火火啊 而同是德国豪华品牌的奔驰和宝马 在驾驶感受的调教上 要显得更加的细腻和高级一些 奥迪在QL这种老设计上呢 还是比较的打引号的传统德系车的感觉 总结一下 南巡和QL他们同为大众集团下的大5座SUV 但是南巡明显尺寸和空间更大 把大5座这三个字贯彻的更好一些 外观方面南巡的直线条更多 显得更加的刚硬 富有肌肉感 也更加的年轻 新锐 而QL仍然是传统的奥迪造型 拥有很多的运动化的套件 运动感更加的浓厚 此外 两车的顶配车型 配置在同一水平间 但是价格即使QL有比较大的优惠幅度 但是南巡 起车价只有274,900 所以性价比方面 南巡是要更高一些 好 说到这 这两款大5座怎么选 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 把你的答案写到评论区里 喜欢记得分享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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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啊 好 哦